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知道了 我的乡下是什么 又不会主动跟人们打仗 又不是有军队 有个地狗条在这里 就算我是超人 我都召集不了人 但你很爱地球的 你跟我们一样 我们不是原生的地球人 那不是的 你还是有宝贝文 我自己都打过电话 但你都知道了 今年火运 我说什么英雄王 什么机械王 什么铁甲马拉合 各个因为那些晶片太热 要散热 你又知道气候暖化 是不是 搞到那些机械人又出动不了 我问那些什么战队 什么暴龙战队 他们那些机件全部都因为太热 又说Lavada又没有出货给那些晶片 然后又说台湾晶片又贵 又买不起晶片 然后就说那些机械人动不了 激不激死 难道到最后又是我吗 但你都知道了 我对任何东西都是一样 只有三分钟而已 真是 射完个死光就没有了 又要休息又要行 真是考虎难为无尾之吹 但我要我们这些有机体去主持大伙 唉 不过不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也有想过 其实也想着去抽月圆 或者一些漫画铺一次 看看那些漫画里的人能够帮忙 你都知道现在 现在连漫画里也有个英雄学院 我也想着可不可以找他们 但是里面有个人的样子 里面有些角色的样子 就不知为何和你们总统的样子很相似 他们想去解决 他们要攻占美国市场 说到我们这个流行文化产业 不争气的 唉 真是在那里 爱燃民主党 又搞到现在 没得担心 是 表现了你们现在便乘识意气 也是的 有时候可能都要再找一下HK的力量 可能我都会玩一些外星人 你们都知道 我们那些外星人 虽然可能对自己人残暴 但是当我们有一支的敌人 我们的窗口都会对外 好像骑裸裸君曹那样 他们成事不足败是有余 不要这么说 他们那些山寨高 他们简直是震荡了 哈哈哈 那你就不能这样说 那些神秘的东方电台主持 我好像也看到 例如男娘 那些姬娘 那些我都有想过 但是那些全部都是李高尊生 我这么大的男人 你叫我拿小孩子出去打仗 我还可不可以 上次这套鸿野版 我都有看 就找到他巨大化了 一场长沙鸿野 哈哈哈 哎呀你不要再说那套东方电台了 我有点尴尬 你知不知道 虽然那套以前 舊式东方电台也很好 但也搞得很尴尬 哈哈哈 真的 不过 不过呢 我都再想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都有想过的 可能呢 就 在我们的山间 可能就 当真的有大事的时候 我们呢 就做一些避难所 就是 好像你们俄罗斯 或者美国 都很流行有Fall out的避难所 我都在想 在日本 或者东亚的地方 做一大堆避难所 对不对 让一些人用 当我一个人三分钟 真的拆不住了 那我帮忙 顶着鸡头 让他们先穿草 是啊 到时 我将那个 就变成银河唯一的秘密 对不对 只有我 知道那些避难所在哪 到时 大家安全 有没有坏人进去 是不是另一道空间 什么 是不是另一道空间 唉 那些二道空间的东西 就不要再问 到时 到时 好像飘落教室那样 就不好 那 咁 咁 咁 看完节目